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 半个岛 三百令吉 一个背包 我将用所有这些资源 在半个岛上渡上两天一夜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挑战 也是 我给你们的挑战 准备好了吗? 去半个岛第一步 买床票 Go 一张票不顺利 先来玩中家 这样才把自己玩 走吧 现在呢 我们已经到了半个岛 半个岛 现在这个时间是7点25分 是时候吃点早餐了 前面有一些便利商调 让我们使用最简单的方式 吃一顿最温饱的早餐 三令吉70千 我现在还剩下 两百半个岛 二令吉30千 一切都是这么久的 从半个岛码头出来后 就有一个租车厂 你可以在那里租车 或坐摩托 除此之外 那里还有的是服务 我现在呢 已经成功租到的1.5多车 原本的价钱是10块1千 可是几乎我们老板 小小的商量过后 他少少就会给我10块钱 所以现在是30块钱 而我租2千 所以现在是30块钱 所以我真的是60令吉 现在我剩下的钱 222令吉30元 所以现在是30块钱 这半个岛码头 还是要记得把你的东西放进背包里面 因为我可爱的帽子 就这样不这样 我们现在呢 就到了半个岛码 我们第一个要参观的景点 这个就是Gota Branda 而Gota Branda 擁有非常浓厚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Gota Branda 也就是河南转 它坐落在半个岛的一个马来村落 它已具有300年的历史 此城堡是当时荷兰人用以抵抗海盗 及当时对他们不利的马来人而建的 同时也曾是荷兰人进行锡矿交易的主要贸易战 后来因当地马来人民驱离了荷兰人的统治 城堡也就荷兰人 城堡也就荒废了 半个岛呢 其实是非常小的岛 而小的好处就是 旅游景点非常靠近 在Gota Branda的对面呢 就有另外一个旅游景点 而那个旅游景点 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 传说1743年 岛上的村民因保守其林而想要报复 当时的马来人就带走了将军的孩子 并杀死 然后谎称看见小孩被村里的老虎叼走 士兵们特在出世地点的一个石头上 刻下图文来纪念 而这石头就是流传至今的 Madova Sura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半个岛的第二个景点 这里就是福林宫 福林宫除了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以外 是每一个游客来这里的必参观景点之一 而且当地人也认为 只要你在福林宫的许愿池里面许愿 你的愿望就一定会实现 现在呢我们要去到福林宫最顶端的地方 为什么要去到最顶端的地方呢 因为上面的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美丽 可是要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 我们需要有一点牺牲 那就是要爬着一个非常高的阶梯 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了吗 现在即将让你们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那就是我到了这里的最顶峰了 太好了 哇 这里的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们准备好看看这里的风景了吧 你们一定会叹为光子 来 哇 爬上这个地方 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水 我相信你会非常非常的累 让你愿意花一点你自己的力气 和一些时间 还有你的毅力 这些风景 就会是你的 一样 用最简单的方式 一起享受 不一样的旅程 和美丽的风景 从福林路现在过后呢 我相信你这边非常的渴 非常的热 非常的热 我自己 现在是非常的热 可是没有关系 在这一个福林宫旁边呢 有一点小小的咖啡店 它这里面呢 有卖一些当地的美食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里面有卖冰 好 它里面卖的冰呢 例如这样 红豆冰啊 冰桥啊 冰桥啊 冰沙等 啊 这一些呢 我敢保证 这个地方将会是福林宫 下来过后 一个解渴解渴的好处处 现在呢 我买了一碗刚烙面 还有一碗红豆冰 这一个呢 是老板娘特别送给我的 所以免费 好 这两碗食物呢 总共价值是8令吉 我现在拥有222令吉 3时间 减掉8令吉 我现在拥有224令吉 3时间 开动呢 已经完了一个早上了 现在是下午2点钟 而我现在位于的地方呢 是半个岛上一个小小住所 名叫 Nadrin Vipa Camp 听说这里很便宜哦 Go 好 好了 所以呢 一碗总共是40令吉 而我就是住一碗 而且这里是给两个人睡的哦 所以呢 所以呢 我的钱 214令吉 3时间 减去了40令吉 我现在设计下来休息 100令吉 3时间 呃 这里呢 有两张床 一张灯 一个电插座 还有一个风扇 所以 其实非常适合 背包客 或者是 想要省钱 喜欢这种氛围的这个人 能够来这里来体验一下 来这边可以玩 可是呢 他们这边的厕所呢 是公共的 不是公共的 嗯 所有的一切都还是一样 简单 有特别 现在呢 是下午5点 刚才休息了一下 换了 另外一身衣服 现在我们要前往下一个旅游景点了 下一个旅游景点呢 就是在半个岛上 非常有名的海滩 那就叫 HELLO TOLIBAN呢 其中一个特别之处就是 他们的山 你们看 是非常非常的幼的 当你的脚呢 踩上去的时候呢 它其实并不会对你的脚 或者是你的身体 造成任何的伤害 因为它的这个伤 非常的幼 所以 它整个环境呢 是非常舒服的 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 来到这里一起来享受的 TOLIBAN呢 其实也是一个 拍戏鸟的好地方哦 快点来 看这里 这里这里这里 看没有看没有 这就是新鸟 不多说 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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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打到铁铁呢 其实是非常炎热的 可是这种这样子的海水 我现在感觉非常的舒服 哇 化好衣服了 现在呢 我要去TOLIBAN 看看邦克岛上美丽的西洋 TOLIBAN 是邦克岛著名的海滩之一 那里宁静且优美 是最适合坐下来安静欣赏西洋的好地方 西洋呢可能给人们一种激烂漫 但又悲伤的感觉 可是此刻的我 想要感恩 感谢上帝给我一个这么美好的风景 让这个风景成为我心目当中的气氛之心 刚才呢 我本来要准备去吃晚餐 可是因为下一场雨 呃 导致我们不能够出去 而且现在也还是有毛毛鱼 但 我还是要 终于找到了可以吃晚餐的地方了 哇 我终于可以吃晚餐了 这盘鱼和最晚饭呢 总共总是37令吉二时间 而我们现在所剩的钱总共有137令吉四时间 现在呢 现在呢我在的位置就是 然后根据这一个网络上面的资料 还有一些当地人给出的这些资料 他们都说 12点将会是这一个 狼眼泪最集中最多的时候 而现在正是5月12点 可是 其实我本身是没有看过狼眼泪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寻找 或者是 去看这个狼眼泪在哪里 嗯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来研究一下 我该如何去找这个狼眼泪 哇 我现在那些兴奋 跟这个开心的这个感觉 是我的言语 难以形容的 我现在的讲话都有点结巴了 我 终于看到狼眼泪了 我们刚才之所以看不到是因为 我们刚才把灯开的太亮了 狼眼泪非常非常的调皮 你把灯越光 光的越暗 它就会越亮 就越明显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不到 狼眼泪的原因 非常非常非常推荐 你亲身来到这里 来体验这个狼眼泪 这一个感觉 哇 真是用金钱都买不到的 所以 接下来 你们所要看到的 将会是我们用摄影机 所拍出来的狼眼泪 准备好了吗 1 2 3 来来来来来 有有有 拍到 再来再来 再来再来快点 快点快点 嘉宜真的快点 再来再来嘉宜加油 加油 加油快点 回了哈 效果 阿 呗 志佳 好好虽然 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 that biden 一个用的丰富文化产业的呂村 現在我要在這裏面 請找我的早餐 我現在呢終於買到我的早餐了 這一碗是手工蝦米鑄腸粉 總共是4令吉 我現在總共的錢是133令吉時間 我說完了 可是感覺還是有點餓 而且這裡真的是還有太多的好吃的食物了 我今天想要獲利第一次吃兩碗早餐 走我們再去尋找下一個美食 早餐今天要有早餐的樣子 這一杯是鴨鴨冰 而這一碗呢 是在半個島上非常喜歡的半個島賴粉 而且這一碗賴粉不要小看它 它曾經升上過報紙 而且這一攤的老房已經是第三代了 而這兩個東西呢總值是5令吉70件 我現在還剩下127令吉的時間 現在是早上10點鐘 各位有沒有看錯 我就回到了第一天同樣的地方 我們下一個的行程是環島 我想要從最初的起點 重新開始享受半個島的美麗 想要從最初的起點 想要從最初的起點 是誰在你的心裡 偷偷藏著一把劇 存在依賴又一去 寂寞兩難的哪去 反過你小心翼翼 只怕洩漏了你 我還要努力氣 我還要努力氣 避免對愛情的差異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有外遇 一個人三心兩意 女人是相長富裕 你從此還在 我的班戈島之旅已經到了尾聲 我還剩下117令吉40天 我的挑戰成功 班戈島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又美麗的島嶼 非常強力建議 一條新車來到這裡 也當地的豐富而起 我是背包客 劉長健 我們下期再見 下一期 300背包客 將會和你 用300令吉 在石教園 體驗另外一場美好的旅程 是 百分之十